这个脸书专业说 2018年在桃园某餐厅 他这个贴文中他没有指名 他只是说 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民众党要提名的 那个不分区中配 那但是后来就是 如果你们进这个脸书专业的话 他后来直接是点名了 就是徐春英 而且他说他有完整的影片 他在脸书上放出来的 其实只有很短的一小段 就是徐春英跟其他的中配 一起戴着红领巾 装扮成红卫兵 歌颂毛泽东 唱歌颂毛泽东的这个红歌 亲绿的媒体应该都有报了 给你们放一下这个影片 我们上前进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海洋山 为大力秀华主席 指引我们上前进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海洋山 为大力秀华主席 你指引我们上前进 这个是红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 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声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这个是标准的 这个文革的时候的红歌吧 是一首送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创建者毛泽东的 文化大革命时代歌曲 1970年9月 这首歌发表在 上海出版的 红小兵歌曲上 徐春英 他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那种比较偏开明派 或者是偏改革派 就是偏李克强派的 那一种就是重视经济 然后重视人民生活的 那个派系 那徐春英从他唱 这个歌的这个状况 还有他跟就是各个中配 一起唱歌的 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他就是偏毛派的 就是偏毛泽东派 或者你也可以说 偏习近平派的 实际上说他出生在上海 然后家世也很好 那然后在台湾 我看到他在台湾出席 各种场合都穿着 什么旗袍什么之类的 就看上去好像有点 就是上海女子 温文尔雅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想那个比较多 是迎合台湾人的口味 那但是他真心的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和他的情感归属 是属于毛派 是属于毛左派 就是其实我说实话 我看这个有点惊讶 因为我本来以为 徐春英应该是 就是说至少离现代文明 不至于到那么遥远 那因为他毕竟就是 很早就到台湾嘛 那然后我也看过 他出席在台湾 各种场合的那种 就是旗袍罩嘛 就是我本来以为 他应该不至于 离人类文明这么遥远 把这个影片 公布出来的 这个脸书账号 他呢是发布了 一个新的这个贴文 说预告明天公布 民众党被统促党人士 渗透的资料 这位爆料人很有料啊 统促党在台湾的名声 应该是挺烂的 因为统促党的那个 大头目不是白狼张安乐吗 黑道大哥呀 你要那么说还真是 你看那个柯文哲 就是不是民众堂吗 黑道大哥跟黑道大哥 惺惺相惜啊 就是发这个影片的 推特账号 我看了一下底下留言 有人说他们这代人 应该是文革后期出生的 刚好搭上红卫兵末班车 有一阵子在中国特别流行 就是他们这个 就是大妈唱红歌 特别流行 这个推友说 在台湾一样不忘爱国 这等情操令人感动 很难受 问题他爱的是中国呀 有人说看起来 各个都是中国驻台的 小脚侦察队 就是你可以想象成 就是古老的朝阳大妈 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朝阳大妈 其实人家都是有编制的 他就是等于说 就是中国共产党 把他的党员渗透进民间 那当然这个话不好听 知道吧 就是说你中国共产党 把自己的党员渗透进民间 打听街头巷尾的消息 对吧 这个小脚侦察队嘛 对吧 就是裹着小脚的这种 年级年长的女性 其实到处打听各种消息 给中国共产党传递消息 那你说这个小脚的这个人 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人 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个话挺不好听 知道吧 就有点像中国共产党 把他的人安插在各个村子里边 打听这个村子里的各种消息 监视自己身边的这个普通的农民 普通的人民 这个不好听嘛 但是中国共产党 他是他因为他又实际上 他是这么做的 所以呢 他在宣传中 他就说成这些人都是热心群众 那就好像徐春莹 当然他比较明显了 因为他已经走上前台了 但是走上前台 你才知道徐春莹 知道吧 他不走上前台 你知道他是谁啊 他不走上前台 你不知道他是谁 就是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 往下放的人 在广大的中国人民里面 有无数的朝阳大妈 这都是中国共产党 把他的人放下来 我再说一遍 就等于说是他把他的人放下来 但他也知道这个东西难听 所以呢 他号称是这些人 是心向祖国 心向党 自发的这么个事 其实都是放屁 没有这一回事 中国老百姓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中国老百姓是爱国 但是有没有人一天照三餐的 在社群里面打听 为党打探消息 服务 传递消息 抓间谍 一天到晚 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人 就朝阳大妈 就是你知道 就是在那个中国的爱国电影里面 就是每天早上 就是大家在外边聊天 这个小脚侦察队 小脚的老太婆 就拿着凳子就出来了 就在外边边做活 然后就是 就在开始瞄 这个村子里面见了谁 谁跟谁说了什么话 谁跟谁怎么着 谁是国民党的人 怎么着 然后把一切都整理好 每天就把这个消息 递给中国共产党 你说就是 你觉得这么干的人 都是自发的吗 有几个自发的 应该我觉得万里挑一吧 真正自发的人 应该万里挑一吧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人 但他知道难听 所以非要说成是 他们都是自发的 他们是爱国的 这位朋友 我看他是很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 说这是各个都是 中国驻台的小脚侦察队 有事广场舞 没事找麻烦 说台湾人选他做立委 是自找苦吃 引狼住室 这个话说的很好 但是他不是台湾人选的 台湾人只有选不选 民众党的权利 那民众党 他如果把徐春英 放进不分区前排 那他就是会成为立委 当然现在很多人说 他的这个身份 有可能有问题 但是你譬如说 陆委会可以去调查呀 移民局可以去调查呀 但是你调查的一切渠道 都掌控在 中国共产党手里 对吧 你去调查嘛 中国共产党说 我们全中国 九千万党员里面 没有一个叫做徐春英 你信吗 谁信谁傻啊 无论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都能把他遮掩起来 想到这群人在台湾 我不寒而栗 有人说台湾是个自由的国度 他们可以在这边聚会 唱自己家乡的歌 但跟能不能让他进国会 是两件不通的事 这个就是说 当然你不能让他进国会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个至高的 这个国家的权利 你不可能让他掌控在中国共产党的匪谍手中 是吧 共匪进国会啊 但是我也不同意说 台湾是个自由的国度 他们可以在这边聚会 唱自己家乡的歌 他们可以 但是他们必须被阻止 他们必须被骂 他们必须被鄙视 他们必须被全台湾的人民 所避弃 所看不起 就正面的去 让他知道说 你做的是一件极其可耻 极其不要脸 极其丢人 然后 是为人所不耻的一种举动 我最新看到的一个影片 我感觉应该是在美国 就是在美国有很多这个古巴人 古巴是共产主义国家嘛 然后 很多逃离共产主义的古巴人 在美国定居 那逃离共产主义的古巴人 他们是很恨共产主义的 很恨共产党的 因为他逃离嘛 但是古巴人非常受不了的 就是逃离共产中国的粉红 在美国 在外国 他们还热爱祖国 譬如说这群中配吧 这群陆配 他们去唱说 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你为什么不去北京天安门唱呢 你这么热爱北京天安门 你这么热爱毛主席 你这么热爱习主席 你为啥在台湾呢 你为什么在台湾 古巴人应该是在美国 痛斥 这个在自由世界 宣传共产主义的中国小粉红 然后直接把他骂跑了 说实话 就是我 就是我不是来专门歧视 这个女性的这个 身材 或者是大扮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粉红 看起来真的有点傻 就是而且他的衣着和大扮 有点乖乖的 就是说这个审美也很奇葩 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这么一个中国粉红 难怪被古巴人骂跑了 说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说你是共产党人吗 社会主义 这个古巴人就问他说 那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他说是 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个社会主义者 你从哪来 来自中国 这个是不是就是经典词汇 你从中国来 你为什么在这儿 就是美国加拿大 这样的自由国家 这个女的说什么 中国很恶心 她还知道中国恶心 知道中国恶心 然后你来自由世界宣传共产主义 真是找打 然后他就说 那你既然中国那么恶心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宣传共产主义 那然后他说 因为中国不是共产主义 这是经典的那个毛粉 经典的毛泽东粉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这些年搞的不是共产主义 毛泽东搞的才是共产主义 他说中国是 然后这个女的就是怕出名了 你知道话说到这儿 这个女的就怕出名了 就说你不能拍我们 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你出现在公共场合 你去做这个公共的活动 那大家拍摄你 你就是合法的 要跑路了 要跑路了 你看这个古巴人非常能打 就是他看他们在收拾东西 知道他们要跑路了吗 他说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 就是说不过就跑路 然后他就说 我是来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我知道共产主义国家啥样 就是他来自古巴 还是回到那句话 你也是来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你为啥跑了 小粉红你为啥跑了 你知道你在宣传什么东西吗 你知道共产主义 导致了多少人的死亡吗 这个女的他应该是重复了 那个就是共产党最常用的 那个宣传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 让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 这个最扯淡的就是这句话 让中国人民摆脱贫穷的是美国 是美国大哥 请你去给美国大哥磕个头 在美国让中国进入了WTO 让你们中国经济堂飞 让中国人民摆脱贫穷的第一 是美国大哥让你们进入了世界市场 其实顺便 结果还把很多台湾人民 南韩人民 日本人民 世界各国人民的那个利益给牺牲了 因为这个中国人民过得太苦了 中国人民过得太穷了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民 韩国人民 日本人民过得都挺好 美国大哥就说 那就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你们就追求民主了 就追求自由了 就这么回事 你知道吧 就是有中国共产党什么事 中国共产党无非就是说 不跟美国大哥对着干了 那当然还有中国人民自己的心情努力 但无论如何 这里面都没有共产党的事 这个古巴人没有跟他去争 这个摆脱不摆脱贫穷的这回事 这个古巴人就是一句话说 哦那你咋在这生活呢 你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 你咋没回那个 据说是中国共产党 让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跟这种就是绕来绕去的粉红吵架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摇死不放 就是为什么这个古巴人这么生气 为什么这个你知道就是在这种 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 就这种宣扬共产主义的摊子 到处都是对吧 就是那种中国粉红到处都是 那为什么就是绝大多数的 就是在自由世界的民众 就跟大部分的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一样 就抱着刚才留言的那个人的那个心态 说就是在台湾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们想唱自己家乡的歌 他想唱他们小的时候的歌都OK 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生气 因为这个人他说了 他说他父亲因为共产主义入狱15年 他的父亲被 肯定是古巴共产党嘛 被古巴共产党关了15年 他父亲为什么被古巴共产党关了15年 很有可能就是他父亲是反抗古巴共产主义的 有可能他父亲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 被古巴共产党关了15年 所以他在自由世界看到有人宣扬共产主义 他能气愤到这个程度 他一定要跟他来对峙 所以说我觉得台湾人民啊 你们这是生死存亡之机啊 不要再跟我扯什么什么这个 说他们可以唱一下他们小时候听过的歌 这不是他们小时候听过的歌 他是宣扬共产主义 宣扬毛泽东的独大屠杀 你如果宣扬纳粹 是非法的 那为什么宣扬毛泽东 他就是合法的 纳粹杀的人远远少于毛泽东 希特勒杀的人远远少于毛泽东 那如果宣扬纳粹是非法的 凭什么宣扬毛泽东 他能是合法的呢 为什么唱这种赞颂毛泽东的这个红歌 他是合法的呢 他不该合法 当然在台湾现在是立不了这个法的 因为就是育营群众中 也有很多人抱持这个观点 那是我是来给你们看这个影片 这个不对 就是说现在咱们立不了法 对吧台湾立不了法 但是你们应该阻止他 你不能说那是自由言论 你们应该阻止他 你们应该骂他 就是徐春英别说了 就这个人是说什么 也不能进台湾的立法院 那就算是这是一群 普普通通的中派 他就这么做 然后台湾人民就应该鼓掌欢呼嘛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嘛 他就他是解释了 就是说他父亲 为什么被关进监狱15年 就是因为他说了 共产党不喜欢的话 他说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事情 我只是把这些事实告诉你 但是你们却觉得 就是很被冒犯 你们就跑了 他就说就是你们这些没有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 宣扬共产主义 觉得这很酷 这很棒 这不酷 这也不好笑 就是很多柯文哲的粉丝 觉得柯文哲好棒 柯文哲好可爱 对 这不酷 柯文哲不酷 柯文哲也不可爱 这非常可怕 他就说你在古巴 你不能够宣扬共产主义之外的任何东西 而你在自由世界 你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 你可以宣扬共产主义 那你为什么不去共产主义国家生活呢 你为什么不去那呢 你为什么不去那去做言论自由的表态呢 你们为什么在这儿呢 那因为这个女的不是总说 那中国不是真共产主义吗 那然后这个人就说 你告诉我一个国家 说共产主义能够成功的 最后说这个愚蠢的白痴 他是愚蠢的白痴 但是就是说 你骂这些愚蠢的白痴是很重要的 而且就是不应该说什么言论自由 他表态是他的自由 但是他的无耻 他的无知 他的这种对遭受共产党迫害 遭受毛泽东迫害的人的伤害和不尊重 应该被揭示出来 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台湾 多少人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受害者 那很多呀 你说当时原本就是到台湾的 就是从1945到1949年 到台湾的那些人中 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想到台湾 他们这辈子也不知道台湾在哪儿 也不知道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本来在台湾的台湾人生活得好好的 对吧 他们在自己的家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地区 各个的地方 人家生活得也好好的 那他为什么到台湾 不是被毛泽东撵到台湾的吗 无论台湾出现了纳粹的旗帜 还是这个什么统促党的旗帜 还是毛泽东的旗帜 还是像这种中配聚会歌颂毛泽东 总会有一帮台湾人跳出来说说 因为我们台湾自由 一个人 他有权利做这个世界上最烂的事情 这不等于做最烂的事情是对的 是唱红歌是他的自由 但是被骂就是他活该 他应该被骂 全台湾的人民都应该来骂这些人 都别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台代理人 他们歌颂毛泽东 就伤害了所有毛泽东的受害者的感情 如果没有毛泽东 把蒋介石 以及蒋介石他的这些人 赶到台湾 对 你们当时还是会归属于中华民国 但你们不过也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边边角角 你们有可能可以维持很高程度的一种自治 你们的人民的这个 无论是生活水平 还是这个文化素养 还是这个民主的素养 你们很大程度上 你们是可以可以维系的 蒋介石为什么对你们那么残酷 不就是因为他要 把台湾作为反攻中国的一个一个跳板 他从来没有忘记他要反攻中国 所以他残酷的镇压台湾人民 那像徐春英这样的人 像钟佩们 在台湾唱红歌 宣扬毛泽东 你们难道不该生气吗